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0号 3点10分左右 因为交易日 这个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呀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怎么去做这个次日 就当天的交易计划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如何来执行我们的交易计划 因为在执行的过程中 有的是要修正的 因为我们的交易计划不可能那么完整 先这样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先说一下我们做这个交易计划 首先在做交易计划的时候 你比如说咱们收盘以后 就是周四 就是昨天收盘以后 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 首先是媒体的消息 也就是属于基本面这块的 因为这个基本面对这个 我们的股市行情影响比较大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当然美股的话 它是微跌 轻微的跌了一些 早上 这个我们早上起来复盘美股 我们先复盘的 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政策 因为咱们的国内一些政策都是盘后 盘后以后发出来的 那么昨天的一个信息就是 这个提高这个 外汇这个 重返总备金 这个特别好理解 就是提高了 那就是市场的这个外币 供应量就少了 供应量少了的话 那他可能就 小汉味的就升值了 因为当时他 这个政策一出来以后 我们人民币就 贬值了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 咱们国家为了这个出口 经济 因为经济这个东西 就是人民币不是非贬值就好 也不是非 非升值就好 它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变动 跟我们的这个经济生活 当时的匹配就可以 反正说 整体来说 对咱们的股市呢 就是 我认为就是中性 骗一点点空 昨天我也给大家发这个文字了 但我个人来说 就是对于当前这种状况来说 影响不会太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 包括咱们的降准 是一个大的利好 那么都是同一天啊 12月15号之行 那么那 降准是一个利好的话 这个就小利空 有的人说他能对冲 其实对不对冲 就是这个利好和这个利空啊 其实对我们的股市影响真不大 因为降准放这个 释放的一万亿 就是他以小部分的利好 因为这个一万亿的资金 进到股市里面的 因为不好计算 我只是说通过这个各个领域 进到我们这里面 是非常有限的啊 因为说首先出来一个小的利空消息 再加上昨天呢 我们的呃 付线啊 就是这个证券啊 银行啊 等等这个拉大盘这些啊 当然那个机构保团股 也昨天做了贡献 呃 已经昨天涨势啊 尤其是周四涨势 已经很凌厉了 因为说今天呢 我们初步 结合这个基本面 再加上咱们今天早上 一看美股复盘啊 美股也是下跌的啊 尤其是祖先的半得利板块 也是下跌的 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很清楚 就是我们早上起来 以后在九点之前 交易计划就形成了 那么今天大盘是回调的啊 今天大盘是回调的 那么回调的话 那么我们有两种策略 那就是呃 有的如果我们的持有的个股 如果他下跌的厉害 或者破位 我们是要止损的 那么有的是什么呀 我们要分低加仓的 那么分低加仓的什么板块呢 今天走强的板块 那么今天走强的板块 我们怎么判断呢 就是我们开盘以后啊 因为我们的政策策略 已经基本上是不会去默然加仓的 因为知道大盘要回调啊 那么我们看就是 无非就是祖先和副先板块啊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个祖先和副先了 那么今天启动的又是祖先板块啊 你比如说这个金属啊 锂电池啊 加上呢 我们的这个这个掩护体理啊 当然个别还有一些小的领域 呃 新能源的这个老大哥 就是宁德时代啊 只要我们判断宁德时代 哎 他低开高走啊 那么 祖先 因为我们感觉 因为我们的分析就是 昨天他是副先板块 那么今天 就切到祖先的概率比较大 那好多人说了 有可能祖先附先都不启动 那么今天呢 就大盘就是回调的很多了 因为说我们的策略就做的 就是今天我们看看 祖先那个板块启动 当然我今天操作操作的是这个 锂电池啊 锂矿这块 延屋体理这块 因为 呃 我的分析和我的判断是一样的 无非我们做的时候 无非就是大家做什么 你要有呢 就用做T加0 你也没有的话 今天只能今天进来下周一才能处啊 具体的情况 咱们看盘面 屏幕 就是首先呢 我们简单的把思路给大家捋一下 就是 首先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将这个 外汇这个准备金这个消息 我们能判断 就是有一些利空消息 当然我们从这个 呃 昨天周四 呃 这个大盘这个复线板块啊 就是 证券呀 有色啊 那不是证券呀 就是银行呀 这里反弹的比较多 啊 大盘呢 短线的走势呢 涨势也比较高呢 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回调啊 就是我们这么分析大盘 就是这种 一个是有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利空啊 另一个是呃走一个就是 另一个就是根据我们的技术图形啊 就是大家看这个 因为他连续两天的上涨 就是因此说 周五啊 我们就是简单给大家说 就是我们分析大盘的时候 预期他就是收一个小鹰或者小羊 就是调整啊 就是小调整或大调整啊 我们就判断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开盘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主线板块啊 因为我们用这个 他这个磨牌看 就是今天这个 大家看这个主线板块 基本上没有怎么跌啊 就只有一个呃电力啊 电力流出了20多个亿啊 副线的回调的板块 你像证券啊 什么这个银行啊 回调的都不多啊 都是银行在回调十几个亿 因为说整体来说 就是主线和副线板块 砸盘的都意愿不是很强啊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做交易计划的时候 就是呃这些不强 那你就是有的肯定是要获利的啊 做短线的 那么有的呢 就可能就负线就不获利 那么到我这块呢 因为我给大家说过 因为我负线配的是医药 配的没有多少 因为说我也没有去减它 对不对 那么剩下就说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 就是因为呃周四是 负线啊 长得比较不错 那么这个立功消息出来以后 那么呃有可能 就是我们的主线可能会稍微反弹一点 那么我们就看今天的主线有什么 判断主线的时候啊 大家看就有新能源这会儿 大家判断一只股票就行了 就是你就直接看这个宁泽时代啊 大家直接看宁泽时代 如果宁泽时代的 你就看宁泽时代的状况 宁泽时代 你看它低开迅速到不到十点钟的时候 它就已经涨上来了啊 基本上这个就是它容易走强 那么新能源也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当时在看呃这个板块啊 板块的时候 我们就看这个当时的有色啊 有色大家看到十点钟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走强了啊 包括我们的电气设备啊 就是这个光伏这块也也不是走强的 当然这个一般有色金属涨 光伏这块涨的话 那化工都会涨 你看进行化工也是就上来了 跟着 你能说主线板块 我们能确认 基本上就是这个板块还是没问题的 那么具体小板块就是盐弧体理啊 那么我在操作的时候 那我们就找找这样的个股啊 找这样的个股 如果你今天想做啊 今天我是想做T加零 那你就找强一点的啊 就找强一点的那个个股 你比如说呃 我们讲一下这个这只啊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例子啊 你比如说今天呃 我们判断好板块没问题了 那么比如说这个呃 盛心里能啊 我今天如果我有这只股票 你就可以做什么呀 你就可以做T加零 为什么呀 就是它起来以后十点钟的时候 大概 它涨了四五个点啊 十点钟的时候四五个点 你进来 那么抓一掌听 你掌听的时候 你你愿意跑就跑 不愿意跑 你就是周一在跑啊 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个雷 有的涨的不多的 像这个 这种是不错的啊 还有你比如说这个 盐弧体理这个西藏租分啊 这些票就是他就是让你 西藏租分呢 就是哎 上来以后 你如果在这儿忧郁没有做 哎 他在这个地方 哎 低点有一个次低点啊 接着让你做啊 那么这个呢 我就是我们在分析完板块 个股以后啊 好多说老师 你那软件 我没有 那么我呢 后来给大家弄了一个 就是主动进入入的指标 就是主动买入啊 你比如说这个 当然这个 盛心理呢 他后来涨停了 他就没有这个卖一了 那就是在卖一和买一这儿 主动成交的这个单子 能够反映市场的情绪 你看他这个 盛心理能是 封掌停的时候 是这个这个点位 开始封上的啊 但是这个超大单啊 在这个时间段啊 十点多就开始启动了啊 超大单 当然在这些地方的时候 大家看都是流入的啊 这个 这四种单子啊 超大大单什么 都是流入的 这是一种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种 就是这个西藏租坟啊 我就是把今天 我的一个操作的 思路给大家说一说 你看西藏租坟呢 就是一开始 一出来以后 他们也全是正的啊 网上这个大单和超大单啊 我们一般的用大单和超大单 大家看 加上中单也是拼命的往上玩命啊 你就可以在直接在这个地方 去去追击下去 那么这个西藏租坟比较好 就是他下来以后 出来一个次第点啊 在这个地方啊 去追击也行啊 那么我今天是在这个 这个地方追击的 因为我 就是为了考虑一个 就是稳健啊 因此说我在这个地方介入的 因此说 现在我们就学会了 就是大家现在已经学会了 我们怎么去判断 这个未来的一个行情 就是组复线的转化啊 我给大家讲 就是组线和复线 就经常就这么转化 那么好多人说了 那我们要是做的话 是不是两条线都配 当然我们两条线都配挺好 你比如说有的人说 我组线 大家都知道什么半导体啊 什么锂电池啊 这个呃光伏啊 有色啊 这都是组线 那么复线的就是 你比如说今天复线 也有启动了的股票 比如说酒类啊 也溜进点来 那么呃 证券 什么国防军工 这些啊 电力 我们我们把它列为 组线板块啊 银行 这都是复线啊 这个医药 也是复线 你说你你可以选择 就是组线配几个板块 复线配几个板块 因为我给大家说了 我的资金没那么多 因此说我呢 就组线配了那么两三个板块的个股 完了 我又配了一个 副线 只配了一个医药啊 只配了一个医药 别的就没有 因此说 我的做呃 做的波段或者短线 T加零啊 昨日是在组组线板块 这些龙化 你比如说 哎 拜刀体今天 没有动啊 他回调了 那么我看他回调的 不多 那么我就等他翻阅啊 等他流入的时候啊 这流入的时候 我可以稍微加着仓 对不对 呃 那么等他长高的时候 我再减点啊 因为我底仓是不动的啊 因为说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啊 那么接下来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周末 周日我给大家做直播 周日做直播呢 我给大家讲 就是因为近期 这个北向啊 我们要关注一下了啊 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 北向到底流入了一些 什么什么板块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北向近期 尤其是今天啊 令我很意外 今天他又流入了91个亿 昨天是200个亿啊 因为他流入200个亿 这样的历史不多啊 等于本周就流入了500个亿啊 听说我在明天的课程当中 会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北向到底流入了哪些板块啊 这个500亿到底流了什么了 流进到什么程度了啊 呃 今天的时间关系 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收看